你们知道完全体的大嘴花到底有多恐怖吗 传说在植物大弹僵尸中有这样一个禁忌 那就是千万别让大嘴花长到140岁 大嘴花出生在一个平原上 在25岁时它加入了植物军团 但那个时候的它牙都还没长气 所以经常成为僵尸捕食的对象 而那时久仍活下来的大嘴花 在35岁时就进化出了一个新的技能 钻地 能出气不易地给僵尸致命一技 渐渐的大嘴花越来越灵活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僵尸猎少 在70岁的时候 因为吃的僵尸太多了 体内积累了大量毒素 让它进化出了毒蛇 突出的毒液能够瞬间秒杀僵尸 而在85岁时 大嘴花还长出了脚 它不再需要依附在土地上才能生存 它会像鳄鱼一样 长期潜伏在水里 然后埋伏在河边喝水的动物卖 并且因为长期在河里潜伏 大嘴花在120岁时 还进化出了能在水中呼吸的腮 它的根也变成了像张鱼一样的触角 不仅能咬坏船只 还能一次性类似十几个僵尸 而最恐怖的是在它140岁的时候 那时候的它会进化成一朵龙神花 这使得它体型巨大 一颗牙齿跟一个成年僵尸一样高 并且还能独自一人打费僵尸王 但可惜的是 绝大部分大嘴花 都会在140岁之前死掉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